吉隆坡东南亚运动会打得如火如荼 场内场外同样精彩 我国作为东道主 在册子和报刊上 错误把印尼国旗变成了波兰 尽管部长已经多次道歉 印尼政府也愿意大事化小 事情似乎在我国告一段落 然而印尼人是不愿意妥协 也不要接受道歉 印尼媒体报道 超过两百多名愤怒的印尼人 星期一在我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外示威抗议 要求我国官方最高领袖 亲自到雅加达 向印尼两亿六千万人民道歉 印尼总统府认为 总统佐科威已经是接受了道歉 要求印尼人不要上纲上线 不过这不足以交吸民众的怒火 印尼街头最近出现另类反击 有的汽车张挂倒反过来的辉煌条文 似乎是在以牙还牙 除了印尼人不高兴 新加坡人也有意见 8月16号 国家足球队对垒新加坡对时 仗着主场优势在下半时2比1逆转取胜 大马球迷得意忘形 居然高唱新加坡是狗 有人甚至还比起国际不雅手势 实在是难看 视频在网络上疯传 自然是掀起了马兴两国骂战 新加坡人批评球迷幼稚 无耻 甚至还把马牢拖下水 要大马人 有本事就别过来赚新币 尽管我国网友已经是纷纷为不雅行为道歉 但是伤害已经造成 唉 赢了比赛却输了风度 值得吗 你进会内容 这个是旧 又关闻了风度 一定要以 Environment